据台媒报道 近日晚间 台防务部门发布通报 称当天发现解放军11架军机和两艘军舰在台岛周边海空域活动 其中两架军机进入了台西南空域 分别为一架孕妇八反潜机和一架孕妇八级真机 面对解放军射压巡航 台军按照惯例出动了导弹部队和军机进行应对 自从八月初以来 解放军舰机就在台岛周边海空域持续展开了射压巡航 除了天气不允许的情况 解放军舰机每一天都会前往台岛周边进行巡航 解放军舰机巡航不仅是为了向岛内台独分子发出警告 更是为了展示大陆方面捍卫祖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坚定决心 而就在解放军舰机对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巡航的时候 台媒却突然发布报道 称岛内社交平台上盛传台军四架F-16战机投诚大陆的消息 根据台媒原音网传消息的报道 这四架F-16战机隶属于台空军第16航空联队 目前驻扎在桃园机场 事发当天凌晨 这四架战机从桃园机场起飞进行例行训练 但是起飞后不久就静止向海峡中线方向飞去 并与地面失联 网传消息称 这四架F-16战机已经越过海峡中线飞往大陆 并且已经安全降落在福建某军事基地 还受到了解放军的秘密保护 报道还指出 网传消息中 台空军发现四架F-16战机飞向海峡中线后 立即出动了两架战机进行紧急拦截 拦截过程中 这四架F-16战机与台军负责拦截的战机海发生了交火 最后两架负责拦截的战机被击落 飞行员下落不明 报道称 此消息近日在岛内社交平台上传得沸沸扬扬 网传消息中 美方还致电台方就此事表达了忧虑 对于网传台军四架F-16战机投诚大陆一事 台防务部门官员迅速出面进行了澄清 称这是假消息 台防务部门官员还表示 目前桃园机场并没有空军基地 台空军也没有航空连队的称谓 只要仔细看一下网传消息的内容 就可以知道这是假消息 紧随其后 台空军司令也紧急辟谣 称网传消息的内容子虚无有 完全不是事实 台空军司令部还对这种恶意造谣 传播假讯息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并呼吁民众误信谣传谣 虽然台军对4架F16战机投诚大陆一事进行了辟谣 但此事还是引发了较大的舆论 尤其是当前解放军持续对台射押巡航的背景下 此事难免会引发热议 分析人士认为 虽然台军方和防务部门进行了辟谣 但台军战机投诚大陆的事情将来未必不会发生 由于民进党当局执意巨统谋独 美国政客也不顾警告执意打台湾牌 导致当前台海局势越来越紧张 而大陆方面早就强调过 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 也是必然结果 如果台当局继续斜扬谋独 大陆方面不排除使用非和平手段完成统一 另外 自从8月初开始 解放军舰机持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实施射压巡航 也给台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而且台当局虽然一直在吹嘘台军的战力 但事实上台军不仅战力明显不足 而且士气也非常低迷 此前解放军围倒军演期间 台军毫无动静的反应也证明 其面对解放军已经彻底躺平了 因此分析认为 在多重压力之下 投诚的思想很可能已经在台军内部发酵 而这也意味着一旦台海真的发生冲突 不排除有台军飞行员真的驾驶战机 向大陆投诚的情况发生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 社交媒体上能流传出台军飞行员 驾驶战机向大陆投诚的消息 说明台军内部并非是铁板一块 也说明了解放军的持续射压巡航非常有效 去年 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创始人张安乐 曾公开呼吁振前起义 不做炮灰 原本面对解放军获得对台压倒性军事优势 民进党当局就非常心虚 而且台军也已经意识到两岸的战力对比已经不可逆转 其战略方针也已经从决战境外退缩成决战滩头 甚至是打向战 这说明台军对于同解放军争夺制空权与制海权已经不抱多少希望了 要知道 在当年的解放战争中 出于民族大义 傅作义就曾率领国民党将领振前起义 在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的同时 也加速了全中国的解放 显然 未来这一幕必将在台湾出现 如果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大概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因为岛内组合的政治党派和政客掌握一定话语权 至少要能与抗统派分庭抗礼 但岛内支持和平统一的民众战比越来越多 达到一定比例后倒逼政党与大陆和谈 三 台军高级将领直接发起兵舰 或者临战起义 以上三个条件中只要具备一个级以上 大陆就可以顺利推动合同方案 但目前来看 第一条和第二条都不具备 台湾岛内主要政党与民众的支统意愿都没有获得优势 既然如此 台军能否成为合同的突破口呢 理论上讲 只要台军放弃抵抗 台独势力就会失去赋予顽抗的最大筹码 合同就是必然的 那么 台军是否存在起义的可能 答案是很大 因为两岸都是炎黄子孙 这是无法改变的共识 在台湾地区的2300多万人口中 来自福建 广东等地的汉族人占比高达97% 这些人虽然现在可能排斥统一 但他们不会排斥中国文化 更不可能遗忘大陆的亲人祖庙 所以除了少部分在日统时期 深受殖民教育之害的民众 对大陆缺乏认同感之外 大多数台湾民众包括军人 并不存在强烈的反统意识 也正因此 几十年来 台军起义投诚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毕竟 台军起义是回归祖国 不存在叛国一说 不存在太大的心理压力 据统计 在1946到1989年间 至少有200多名国民党起义飞行员 回归大陆 其中 第一个起义的台军飞行员叫徐庭泽 他原是台空军第二连队的上位飞行员 于1963年6月1日 驾驶一架配刀喷气战斗非返大陆 回到祖国后 他受到了热烈欢迎 不仅被授予少校军衔 还收到了2500两黄金的奖励 这是在和平时期的起义 如果在战时 这类起义事件就会更多 即使现在 台军中也不缺乏 有起义趋向的军人 退役将领高安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安国 生于1944年的湖南 1949年后随父亲所在的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 毕业于台陆军军官校黄浦军校 在台湾的副教以及美国陆军步兵学校 曾任台湾陆军六军团副司令 华东防卫指挥部司令 台陆军总司令部委员等职 终将军衔 高安国是一个积极的促统派 一生都在致力于推动祖国的统一大业 据他自述 从17岁投考陆军官校开始 我追求两岸统一的志向 60年来从未曾改变 虽然从事反毒促统工作很危险 但他并不害怕 进出民进党的法院或者是监狱 走着进去走着出来 我就是英雄 走着进去躺着出来 我就是英烈 在前不久佩洛西窜台之后解放军举行围导演习期间 他还称这是解放军为颠打员的预演 并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出起义动员令 呼吁台军推翻民进党当局 高安国的起义动员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这至少说明台湾内部不仅可以发动起义动员 而且确实有军人愿意加入 面对解放军战舰逼近台湾军港 导弹跨越台湾的中央山脉 全面封锁台岛 台军又能如何 更重要的是 当看到美国航母在解放军围导军演期间逃之11之后 台军还有什么信心与解放军对抗 既然台军起义是可能发生的 那么台军又会如何起义呢 主要存在两种模式 第一张学良模式 在战前通过兵舰阻止两岸走向战争 虽然台湾是民选地区 但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韩国就是先例 韩国在近70年间 就有好几位总统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 而在台湾地区 虽然至今没有出现政变 但政治斗争也非常激烈 2006年 台湾红扇军倒扁期间 陈水扁就差点被一场政变赶下台 据台媒报道 当时陈水扁质疑要出访帕劳 目的有些可疑 据披露 在其出访帕劳期间 时任台北市张马英九与施明德协议 曾传话给吕秀莲 表示如果吕愿意 可以把扁搞下来 让吕秀莲接位 如果当时吕秀莲答应这项计划 陈水扁可能就会成为流亡总统了 以此预测 如果台独分子赖清德 在2024年竞选上台后 台军组合将领 完全可以与组合的政治人物联手 发起兵舰 就像当年张学良 杨虎城联合共产党 发动西安事变一样 只不过当年是逼讲抗日 而现在则是逼蔡霍赖 接受和平统一方案 当然 如果台独分子无法挽救 也可以推出一个组合的地区领导人 取而代之 来推动统一大局 第二 北平起义模式 在解放军高压或局部打击下放弃抵抗 如果台军不在台海战争打响之前行动 那么也有可能在大陆实施 武统计划期间起义 比如在解放军发动渡海登陆战役期间 台军完全可以拒绝执行地区领导人发出的抵抗命令 而只要台军选择不抵抗 那么解放军就可能以极小的代价完成统一 从而避免巨大的损失和伤亡 这对两岸来说都是好事 对于大陆来说 要促使台军在战前而不是战争发生后起义 就需要在战前给台军施加足够大的压力 当年解放军能够促成北平和平起义 让副作义二十万守城大军乖乖起义投城 关键就在于两点 一方面解放军已完成对副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 副军已经插翅难逃 另一方面解放军闪破天津又打破了副军的心理防线 如果此时再不缴械 那么他的结局除了战死 就是接受审判和牢狱之灾 在这种情况下 谁不愿意给自己找个后路呢 所以只要解放军给台军施加极限压力 或者采取以打促弹的办法攻破台军的心理防线 那么台军起义投城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 第三海南岛模式 在战败后被迫起义投降 如果前两种情况没有出现 那么解放军就只能狠狠打了 就像当年解放海南岛战役一样 解放军打得越狠 台军抵抗的意志就会越弱 起义投城的军人和将领就会越多 所以大陆要想推动台军起义 就需要以压倒性优势来取得战场上的胜利 既然下不服台军 那就只能在战场打服台军 打到台军愿意起义为止 在这三种起义的可能情况中 出现前两种情况 大陆都可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这是两岸人民皆大欢喜的结局 为了尽可能地达成这个目的 在将来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中 解放军与台军就少不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 其实不管未来是选择合同还是武统方案 如何攻破台军的心理防线 都是大陆顺利实现祖国统一的关键所在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点点关注 想了解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了